我現在想要說把我在家裡做的這個專欄 我已經放上Github了 那我們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的方法你可以直接下載zip檔 這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另外一個是你用這個Git網址 用Git網址其實對熟的人其實是更快 但是我們先要確定我們在哪一個資料夾底下 我們現在在這裡 那我先到桌面好了 那我就在桌面上面把這個東西給Git下來 用Git Chrome 那個Git的網址 它就會把整個專欄給Clone下來 Clone就是複製 各位知道那個Copy是複製 Clone也是複製 有什麼不同呢 Copy是把這個複製成另外一個 Clone特別強調的是 它是自體繁殖 也就是一個變兩個 你知道星際大戰裡面 或者是那種外星科技的電影裡面 都會有克隆人 為什麼叫克隆人 就是Clone Clone Man 就是克隆人 好 那我們現在就Clone下來 Clone下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OK上面是不是已經有一個Load to Bookdown 有 那這樣子我們就下載好了 可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你要執行的話呢 它 有一些相關套件也要安裝好 那你才可以直接去執行 否則的話 你執行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那些套件你沒有安裝 然後就執行失敗 好 那這樣 安裝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從 01開始 你就一個一個看 那這個基本上應該是下學期的內容了 不過 我們這學期 講完之後 你應該就可以在寒假的時候 自己先去看這個東西 好 那現在我 我做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有一個叫 Hello Showdown的程式 我們稍微來執行一下 好 那Hello Showdown 它是幹嘛呢 它的輸入是這個 輸入是這樣一個 Markdown的 的檔案 然後呢 它的輸出是這樣 也就是說 它輸入 一個Markdown 輸出是一個HTML 那當然這個範例很小 不過你已經看到了它的 程式碼 是怎樣 那其實你從這邊進去 也就可以看到程式碼 Hello Showdown的程式碼長怎樣呢 你看 就這個樣子 它是 Require Showdown 這個套件 然後用Showdown 建立一個新的轉換器 OK 然後呢 你要被轉換的文件長這樣 你把呼叫 叫convoter.machtml 然後呢 轉換過去 然後呢 就完成了 然後就印出來就好 這有點太小 這樣子 好 OK 所以我們的執行 就是這樣 所以 第一個範例 這個是告訴各位說 Showdown這個套件怎麼用 好 那接下來呢 就可以再繼續往下看 嗯 這裡還有什麼 還有 markdown to html.js 那我們就執行一下 好 執行完什麼都沒有 發生什麼事呢 有的 他把這個markdown.md 轉換成markdown.html 那 markdown.html長什麼樣 喔 這裡面有一堆 已經被轉換成編碼的 好 但是他顯示出來呢 就會 會如你想像的 怎麼樣 來我們顯示一下 搜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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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好 這裡 markdown.html 所以 他就顯示像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你用markdown來寫 然後他最後顯示出來 就是 就是 一個已經轉換成網頁的東西 好 那這個 有什麼用喔 那各位 你在使用這個 Gitbook的時候 你不是也用markdown寫 最後他不是也轉成HDML給你 所以 你要寫一個 markdown的書籍出版平台 你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才有辦法 處理 不然你就得自己寫 但是 能夠用套件 就盡量用套件 接下來各位 會大量的使用套件 那你們的基礎程式設計 基本上已經學完 所以你現在就是 你要去做專案 然後 當你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就去查詢 然後有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然後有什麼樣的套件可以用 之類的 通常現在寫程式都變這樣 那 很多人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寫程式就是手工頁 全部都自己寫 那可是 到了出去你就發現是組裝頁 反正 只要能夠找得到的 就不要自己寫 好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專案 好 接下來就這樣 一個一個 進去 好 那這第二個資料夾 裡面有什麼呢 它有一個叫 Static Server的東西 好 那Static Server 這個是伺服器 好 那它會告訴你說 listening on port 3000 這個我們還沒教 這個是接下來要教的 你怎麼要寫伺服器 然後怎麼樣子讓你的 你的伺服器可以 可以變成一個網站 然後怎麼樣子讓你的網站 可以到網路上面 讓別人使用之類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 得到了一個這個東西 Local host 3000 裡面呢 我發現喔 沒有東西 很正常 沒有東西 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 剛剛我們看 這一個裡面呢 它有 有 有markdown.md 對不對 然後 有這些東西喔 那它是一個 靜態伺服器 所以呢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這些檔案才對 這個 那我們就輸入一下 OK 這個是markdown.md 也就是它的原始碼 那 那個 上次我已經轉過的 HTML 在這裡 OK 這就是一個靜態的伺服器 所以 它其實 原始碼非常的簡單 因為基本上就是用套件 怎麼用呢 來看一下 在這裡 現在看不懂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之後會再講 那你稍微有點感覺就好 你會看到有網頁嘛 有markdown 然後有靜態伺服器 這是靜態伺服器的程式嘛 美幾行 基本上就是 使用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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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 建立一個 叫做core的物件 然後呢 用這個core的物件呢 去serve 把某個資料夾給公開出來 哪一個資料夾 就是你現在的資料夾 這個dir name 是你現在的資料夾 公開出來 然後呢 公開在哪裡 公開在3000 這一個port上面 然後印出 我正在請聽3000 這樣人家才知道說 OK我現在應該去開 這個3000的地方 好 好 那所以 這樣一個伺服器 其實是很簡單 程式嘛 很簡單 但是背後的運作 不見得很簡單 你要了解 什麼叫做core 你可能要看一下 Core ASTATIC 這個套件怎麼用 了解 PERS這個物件 PERS這個物件 其實是沒什麼 它就很簡單的 把字串 用斜線接起來 然後就這樣 你就寫完一個靜態伺服器了 所以 程式嘛 其實是 不難 但是問題是 背後的原理 會比較複雜 然後再來呢 就可以開始 做 更 複雜的東西 像這裡有一個 Showdown Server 好 一樣喔 它又傾聽這個 3000的POR 那我們有一個 Showdown Server 這個Server 到底怎麼運作呢 來 稍微看一下 那程式嘛 變長 我的排版沒有排得很好 所以有點 那個 跳格跳太多 因為我在家裡是 跳兩格 在這邊 它預設是跳四格 所以就亂掉 回去再整理一下 那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一樣有一個 靜態伺服器 對不對 有一個靜態伺服器 然後呢 它會讀 讀那個檔案 讀那個檔案 然後呢 把它轉成HTML 再顯示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呢 當它 當它 我們用view這個資料夾去看 user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檔案的時候 然後 它 本來沒有被轉換過 會被轉換過 那 什麼意思 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 我們現在呢 這個一樣在三千 那我們 看user資料夾 裡面 ok user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叫markdown.md 的檔案 但是問題是 這是markdown 那我如果想要 我如果想要 看它的點 html 是有 因為我轉過去了 我本來就已經有一個 我如果把它砍掉呢 我如果把剛剛的那個 我們現在是第三個 我在user資料夾裡面 我有一個markdown.html 我有一個table.html 但是這些呢 如果不存在 好 那我現在再看一次 就拿到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檔案 怎麼辦呢 欸 我們寫另外一個程式 是這樣做的 我 用這一個 這邊會觸發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它會去把markdown.md 動態的轉換成html 丟給你 OK 那你就得到了一個markdown的 的那個 檢視程式 你不需要 事先把它轉換好 它會 當場轉換 當場給你 是由這個view 這一個 事件的觸發 OK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得到了 這樣一個 可以動態顯示markdown的伺服器 那這樣 你會看到我們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現在是一步一步一步 我們 每一步其實都做 做 一小個功能 但是等到你做完 譬如說一百步之後 你的專案就完成 那 往往是這樣 現在寫程式往往是這樣 我們 我們 不可能說我一次就把 一個很大的專案就做完 或者甚至很小的專案 我們都沒有辦法一次做完 但是 但是 你每一步你都知道 我 到底要往哪個方向前進 然後 接下來 你就可以完成 你要的東西 好 現在呢 這個第三個 也 也 講解完畢了 接下來來看 看第四個 這個叫做Lout Server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第三個裡面呢 是 用比較簡單的 以符的做法 這裡 我們這裡是用以符 在做判斷的 那這種方式呢 其實 其實 其實是 比較 比較 沒有 系統 比較有系統的 要加入他的Louter 什麼是Louter 我們來看一下 那各位現在 不完全聽懂 是正常的 那 你完全聽懂 是不正常 好 現在我們來這個Louter 看一下 好 又進來了 那 功能呢 欸 這時候 不 有差別 因為每一版 我都有改變 那我現在這一版 改變了哪裡 看一下 這一版 的Louter 的這一版 我的資料夾 改變了 User裡面有 Markdown 到這裡 User裡面有 Markdown Markdown裡面才有 這個檔案 所以他又升了一層 所以我現在用Vue的話呢 要對應資料夾 OK 那 你會發現我在 一邊開發的過程當中 一邊 欸有時候我資料夾必須要 更深更深 我就把它 自動再加深 好 OK 所以功能一樣喔 但是 程式碼的顯示呢 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比較模組化 比較模組化的原因是 引路的Louter 引路的Louter這個東西 這裡 app.use route.get 那這個get 你看到有點奇怪 就是 view 後面跟著一個 兩點 不可 這個是參數 比如說 它會把這個 不可取出來 丟給這個view 這個函數 那 file 取出來丟給 這個函數 所以你看到 這其實是一種 回呼 所以我們 這學期常常碰到回呼的 那它的book和file就會丟進來 那就很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在裡面 就開始寫程式處理 好 那這個是 剛剛那個程式的 運作邏輯 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rout server 接下來呢 看 這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我昨天 才是 在世的 因為 你知道 我原本 我們的 我們的 課程裡面 有一個序集 對不對 這個序集 不知道有沒有人已經看 這個序集裡面 我們會講 講 HTML 這是一定要學的 CSS 是一定要學的 Galus Quiddler 是一定要學的 如果你要做網站 是一定要學的 那再來 JQuery 這個東西呢 過去 是很多人用的 那 bootrap 我上一版的 Wikidown 我也是用它 那 但是呢 現在時間變 變化了 技術也在改變 那 HTML的能力 開始大大變強的話 而且版本 越來越統一的話 那慢慢的 使用 JQuery 和 bootrap的這種 這種 東西就會覺得 它有點 太大 太大 所以我 我這次開發 我就 想把這兩個拿掉 太大的 壞處是什麼 太大的壞處就是 你的網頁會顯示的比較慢 所以我這次就想把這兩個拿掉 那我就去找 那我就發現說 啊 Yahoo出了一個叫Pure CSS的 還不錯 適合我用 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 Pure CSS這個東西 那我們 我們 我們直接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 這個例子 他說 這個 我們已經下載下來了 我們 看下載的這邊 現在是在 05了 05 這裡有個readme 這網頁其實應該是顯示成這樣 很簡單 好 有沒有看到有點不一樣 就是 剛剛的 剛剛的 那個 版本 就只有這裡 對不對 OK 現在的版本 不只有這裡 而且它還有 有側欄 而且它還有顏色 它這邊還會變化 然後呢 更好的一點是 你如果 把這個縮小 那這裡 OK 會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也不算是我寫的 我只是把內容套進去而已 那基本上這個是Yahoo的Pure CSS 那 這個東西你可以搜尋一下 你就會找到Pure CSS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 基本上所謂的CSS它就是一種排版語言 你原本的東西就像markdown一樣 但是排版過後就像word的文件一樣 有字體大小 markdown是沒有字體大小 排版過後word就有字體大小 類似像這樣 然後有背景顏色之類的 那這裡它就告訴你說 你只要這樣引用 在網頁裡面這樣引用就可以套用 但是呢 你裡面的HTML也要相對的寫法 那這裡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套版 你可以套用 那這一個套件它是用BSD授權的 BSD這個授權協定來授權 所以它是非常寬鬆的 BSD是最寬鬆的一種授權協定 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唯一一個東西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要把人家作者的名字給拿掉就好 其他的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些套版 你如果按Download 你就可以下載它的那個樣式版 那我那個是使用這個 Responsive side menu 就是回應性的測染 所謂回應性就是 當你說小的時候 它會 會 這邊會說不見 它自己應該也是用類似這種東西 有沒有 這種叫做回應性 OK 因為當你縮小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這種回應性的呢 就是 其實這種我們如果自己要用CSS去套的話 你不熟CSS的人 會有點不好做 那 為什麼要做這個是因為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電腦尺寸這麼大 但是呢 你一旦放上手機之後 你的尺寸就突然變這麼小 那如果它還是有一個大側欄在這裡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內容就只剩下一小排可以用 那絕對是不適合人看 所以它才會讓你這樣子可以用 OK 好 那這是Pure CSS 所以 你如果 已經知道有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 很快的去做出一個 一個網 網頁或網站 好 那這裡它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有Grid 這些 就是 這些它都設計好了 你只要照它的範例語法就可以用 表單 你看表單這裡 你要做這種東西啊 這些的 那它的美術感覺都稍微做過一些修飾 因為原始的HDMO長得很醜 沒有套CSS的HDMO長得很醜 所以基本上都要套 那所以它這個已經都修飾過了 所以已經算是比較好 那這些是它的那個表單的呈現風格 OK 再來是按鈕 按到 按鈕 有 有 可以用的 不能用的 然後呢 正在運作的各種顏色 這種顏色其實不是顏色 顏色你是可以改的 但是主要是說 當你成功的時候 你就統一用一種顏色 這有視覺提示效果 當你錯誤的時候 統一用一種顏色 通常是紅色 就有警告效果 之類 所以在一個網站的呈現風格上面 通常會有一個統一的一致風格 這一致風格怎麼來 就是靠CSS來 好 那這是 我們看到 好像這個 有加圖式的 有加圖式 按鈕 然後再來是表格 再來是功能表 然後 這種下拉式的 你只要照著它的這種 把它貼到網頁裡面 它就會動 就會運作 當然要完整 不完整就不行 然後工具 這些是在講 你怎麼使用工具來做 這一個 然後客製化 延伸 Pure Block 它好像為了展示這個 它自己設計了一個網字系統 OK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的專案的網子 來吃嘛 之類的 好 那這是 我們看到的第五部分 就是 Pure CSS 那為什麼第五部分 是這個呢 因為你要用它之前 你總要先 先 瞭解一下這個 這個套件 所以像這個 要用Showdown之前 我們就瞭解一下 這個套件 要用Pure CSS之前 我們就先瞭解一下 這個套件 接下來要再看另外一個套件 這個叫 Handle Bar Template Handle Bar 這個我也是昨天才發現 然後我後來覺得 因為我看到之前我用 習慣用的一個叫做 Swig Swig的樣板引擎 其實也不是習慣 我幾乎很少用樣板引擎 但是 之前我知道 還不錯的一個樣板引擎 就 壞掉了 然後 也不是這個 怎麼樣壞掉了 你看 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 作者說 欸 我不維護了 那 你要用的話呢 我就 這個版本 那 看有沒有其他人要繼續維護 對啊 所以他會叫你Folk 否則的話 你就到時候 說延司馬不見你就糟了 所以 他說 Not maintain Folk and use at your own risk 那所以 這種已經 不維護的專案 我就會覺得不太好 那 雖然他其實 他的 commit數其實很多 那 那個 使用者也不小 STAR和Folk都很多 你看這裡 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問題是 這個專案 既然已經不維護了 就會有 更麻煩 所以 後來就去找 找了 發現說 有另外這一個 叫做 Handle 那 這就是Handlebar 看起來 好像他是在賣衣服的 喔 不是 他不是賣衣服 他 因為他的 他的 這個 這個套件 是從另外一個套件 叫Mustache 衍生出來 Mustache 是個鬍子 所以他這也是一個鬍子 那Mustache 是把大括號 變成一個鬍子 大括號的那個 挖號 轉過來 變成一個鬍子 那 那個大括號的轉過來 變成一個鬍子 那個 不是鬍子就往下翹了嗎 那 他現在 從那邊 改變版本之後 他就鬍子往上翹 OK 就 改了一個 改了一個圖示 那 這做什麼用的呢 就是他可以套樣板 你 如果寫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 HTML 但是你在裡面放一些 程式或變數 這樣子的話 他會把那些欄位填進去 填進去 那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就是 你要產生網頁的時候 然後 如果我們每次 每次都要寫實的話 他很麻煩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套樣板 把一個捷神物件傳進去 他就可以把整個網頁傳出來給你 那就很方便 那這就是 Handlebar的 用途 那我們 這邊有很多範例 我們不一一看 那 待會 待會我們就直接看 用的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用的方式 好 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 Handlebar的這裡 我們有Handlebar 和Book Handlebar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範例 好 那這邊我們就 可以再退回去 05 05已經看過 06 05是那個Pure CSS 先看hello 他呢 做了什麼事呢 這樣看不出來 我們 我們直接把程式碼打開 才會看得出來 他做了什麼事喔 他本來的樣板是這樣的 有點像 他本來的樣板是這樣的 他說 hello my name is man i am from hometown 注意那個 name和hometown 都是刮起來 有沒有 為什麼叫moustache 鬍子就是因為 他用這個括號 好 那他裡面幾乎都是這個括號 所以 就長得很像鬍子 好 那 所以他就可以把變數 通通都放在這裡 然後你在程式裡面的那些變數 會被抓出來丟進去 那所以在這裡你看 kids 這裡有點不一樣 他是井字號 有井字號開頭的呢 代表 他是一個容器 可能是正列或物件 那所以 然後 這個 從這個kids裡面 還要再抓出他的名字 小孩的名字 和年紀 小孩的年紀 所以這個是kids結束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OK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data的jaster 木件 我們把它丟進去 丟進這個source裡面 去展開 那你就會看到 它會變成 Hello my name is Alan I am from somewhere ts I have kids 既然是個正列 它的點length 當然就是 就是他kids的數量大小 所以這個 I have 2 kids 所以就I have 2 kids 然後呢 他說 UL UL是那個 HTML裡面的一個樣式 如果你把這個貼到網頁裡面 就看會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呢 他是一個項目 項目 然後kids 現在在比對這一個 把這個每一個 一個一個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呢 每一個name都抽出來 所以說 UL 然後第一個lis Jimmy is 12 然後接下來是 Sally is 4 所以就會顯示成這個樣子 這樣應該 稍微了解他在幹嘛 這叫 這叫 樣板引擎 這個樣板引擎 叫Handlebar 接下來看 我們 我就要試啊 我就要試 OK 那我現在寫一個樣板 然後呢 我要確定我樣板寫不寫得對 所以我要測試 所以我們要寫一個測試程式 那我的測試程式 我就去把 一樣 剛剛的marktime.md 給 給 給讀進來 接下來我再把 有一個叫 book.json 這個是用來描述一本書的 基本資料的 的 那個檔案 我們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再把它轉成一個物件 轉成一個物件 轉成一個物件 另外那個marktime 我會把它轉成 轉成HTML 然後呢 OK 這裡 這裡有點怪怪的 就是Handlebar的砍派過的結果 就是這個 view.html被Handlebar編譯過的結果 然後我們把它套到這個 套到這個樣板裡面 把書傳進去 然後把它套樣板 套完之後出來 顯示出來 放在markdown.html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輸入檔 輸入檔裡面就有 第一個 這是我們的樣板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樣板裡面 我有寫一些 像這裡 有title 的標題 書的標題 應該是 網頁的標題 這應該是書的標題 然後這個是那個parts 就是一個書 會有很多部分 是要看它的 看它的json檔案才會知道 這個看一下 我在這一個檔案裡面 我們現在放了一個叫book.json 這基本上就是一本書的描述檔 但是在那個gitbook裡面 它用了一個叫 summary.md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是用json來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它說 OK 我現在在寫一個叫md寫作手冊的書 markdown寫作手冊 然後呢 這是它的前言 前言對應到的檔案是 readme.md檔 這是它第二章的基本語法 對應到的檔案是markdown.md檔 第三章的表格檔對應到的是table.md檔 第四章的數學式對應到的是math.md檔 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把它填到剛剛那個樣板裡面 就會做出這樣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呢 基本上就會是那本書了 也就是各位剛剛看到的那個檔案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OK 現在已經到了第六個andlebar這裡 user 在user底下的markdown 這個是我轉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剛剛那本書有沒有 為什麼會有這一排 就是因為我有那個book.json這個檔案 他會去抓出來把它放在這裡 不然你只有一個markdown.md的話 應該只會有這部分 不會有這部分 所以你把那部分丟進去才會有這個 那把那部分丟進去之後呢 就 這個請關掉 好 這個也 暫時先關掉 這個剛剛用 好 這些都關掉了 太多了 好 這個 留著 好 所以 你再對照一下剛剛這一個 這一個view.htm 我們把那些抓出來 把它的部分抓出來 把鏈結找到丟在超鏈結裡面 後面還有 哇 這個後面太長 看不到 這還有標題 鏈結和標題 OK 就這樣子 然後把html轉出來 已經show down轉過的html丟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顯示得比較漂亮 好 那這個基本上就只是 只是做套樣板的動作 handlebar套樣板 接下來你會套樣板之後呢 就可以寫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呢 它會自動幫你套樣板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server 現在是到第7 第7個我們叫template server 一樣在三間裡面 然後呢 我們 但是這次呢 我的網址應該就又改變了 因為好像又升了一層 看一下 第7的 先看一下他的user現在 喔 還沒升一層 所以還是一樣 OK 所以我現在呢 透過這樣 user 對 已經這裡 這裡有多一層 好 這是原子檔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是透過的結果 OK 那這都只是顯示 這還沒有到那個 編輯的部分 那慢慢的就要開始做編輯功能 那所以現在 你大概看到我們已經把樣板套上去 雖然 雖然我們講了快一個小時了吧 但是 你會看到我們從一開始是怎樣 一開始是 什麼都沒有 然後開始會用 用show down把那個markdown轉成網頁 然後再把 寫一個靜態伺服器去把這些網頁呈現出來 然後 本來沒有 本來是很醜的 後來套了CSS之後就變漂亮 然後 套了CSS變漂亮之後呢 現在為了讓它更漂亮 我們 我們再加上測欄 有沒有 去套樣板再加上測欄 讓資訊更豐富 你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它可以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的伺服器 的那個程式 你只要點這裡 它就會換網址 它一換網址 它就會呈現另外一個網頁 所以它現在是可以動 但是現在數學式是不能用的 那數學式它 它沒有辦法呈現成數學式的樣子 這個是積分 OK 所以現在還缺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繼續看下來 這個是 剛剛這個叫Template Server Template Server 那 它的 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呢 你會開始發現說 我們有 套樣板 我們有套樣板 然後 基本上還是一樣 我轉換過去 但是我建了一個叫Book的物件 我會把Book的物件拿去套樣板 拿去套樣板 然後套完之後再把它呈現出來 再把它呈現出來 那接下來呢 下一步的話 我就把這個專案真正做成可以發布到Gitup和NPM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要加入package.json這個東西 package.json是什麼呢 就是 你 我們上次已經有講模組的時候有講過 然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自己真的去發布一個 你一定要寫這個東西 你才有辦法發布到NPM上面 那 我現在說它是0.0100 通常我們會從0.0100開始 然後 這是一個markdown的書籍編輯系統 然後 用了這些套件 然後 這是 這一個 我這個套件的 我這個套件的 home page 就是網站 然後 這是它的Git網址 這是 作者 就是我 那通常我們會在這裡會用英文 因為用中文 外國人就看不懂 所以 我們在這邊會用英文 好 那 在 接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模組 變得比較模組化了 你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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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那 上傳到NPM 我們上傳到NPM 你怎麼知道他有上傳成功? 這是我們 這是 這是我們上傳的 網址 然後 我有告訴我們 你用這個就可以就可以用 所以我把它上傳上去 但是其實我上傳了兩個專案 一個是這個putdown 另外一個我沒有上傳到npm 另外一個我放在git下面 所以這裡已經開始可以發佈了 你有一個樣子就可以開始發佈 不需要等到寫完 稍微有個樣子就可以開始發佈 因為程式是永遠寫不完的 各位可能要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有些人會說 這東西我要等我寫完 我才可以發佈 告訴你 你那個專案永遠都發佈不了 因為程式什麼時候會寫完 就是當那個程式的作者死掉 或者是沒有人用的一天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永遠都寫不完 那接下來就 第九個我們在支援數學室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第九個的數學室 的樣子 這一樣在剛剛的三間裡面 但是呢 又沒了 因為我把它升了一層 剛剛模組畫的時候又升了一層 然後呢 mass view book view view就不用再book view還book 看一下 看一下原始嗎 忘記了 所以有時候 作者就是有這個好處 作者自己可以偷開也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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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 只是你不容易看懂而已 我現在是放在book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呢 我view的時候是 直接 哦 我已經設好 設好那個 設好那個 自動轉向了 所以我其實不需要 做那件事情 欸 有個問題 好 轉到這邊 居然沒有 我看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這個資料夾不存在 你看 他訂到錯誤的資料 user book markdown readme 呃 09 的 user book book markdown readme 沒有這個東西嗎 09 看一下09 user book markdown 啊 沒有readme readme被我拿掉了 所以 難怪我們把它call回來 資料 資料 少傳了 那個 上一份的 的 這個 user 這個資料 好 好 好 讓它call回來 好了 哎呦 搞錯了 這個 要用拷貝 好 再把它call過去 這是09 居然漏掉了一點點 好 取代 好 這下看有沒有 好 這下有了 好 這個不用了 這個 反正已經 這個不用 其他的都 OK 都是對 好 OK 難怪沒有看到 那這下 這下 我得 我重新弄一下 嗯 還是沒有 這下又發生了什麼事 看一下 所以 順便debug 這下 它user csi enq 這個底下 user 不可 markdown 還是沒有 readme 咦 也是有嗎 所以 確定一下 我有沒有call錯 09 attacks mass render 裡面的user 咦 user 就markdown了 哦 對 又多了一層 新增 檔案夾 好 這也算是一種除錯啦 雖然不是除程式 但是程式 會有各種錯誤 就是 這也算是一種除錯啦 你層次不對 就對不上去 好 ok 這樣 再重新整理一下 哦 有了 所以 除完錯誤 等一下可以順便把它commute回去 這樣子 ok 哦 你看到數學4跑出來了 有沒有 數學4跑出來 哦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 我 今天 早上 才在那邊改 改完之後 我沒有把它commute回去 所以 家裡的電腦 跟這個版本 還是不一樣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誤差 好 ok 那這樣子 就完成 一個 可以顯示數學式的 東西了 好 接下來 下一個專案 那還能wok嗎 搞不好 是不會動的 試試看 對 這個應該是舊版 所以這個還不會動 不過 我們還是一樣 可以把它給摳過來 把剛剛的那個 給摳過來 好 好 OK ok 那 這一版其實還沒寫完 哦 有掃來裝一個套件 有沒有看到 他說 cannot find module called body 好 那所以我那個東西 當掃套件的時候 你就裝 好 這下 看起來ok 那一樣 從頭進來 ok 現在你多看到了什麼呢 又多看到一點點東西 是這個 ok 代表說我們要開始可以編 ok 那編完之後 當然你就要純 可是我還沒做完 我還沒做完 那編完之後純 純成功了 那你在後端看 應該就會有這個 XXX 我們 可以看一下後端 是不是有XXX 欸 這現在應該是在這個 user book 哦 我 我剛看的是 readme 嘛 是不是 ok 那我們把它打開一下 看看 XXX 有 耶 這一個 這一個 欸 又打掉了 這邊倒不行 這邊 有啦 確定有XXX 所以它有更新 但是呢 我早上坐到這裡 我就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裡沒顯示XXX 我這個新的 這邊還在舊的 所以我前端還沒套那個 修檔再去 看樣板去做轉換 欸 不用樣板 前端只要套修檔就好 我沒套修檔就做轉換 所以這裡就還沒完成 那接下來你就會有 已經有view了嘛 有edit嘛 有save嘛 接下來你就要做signup和loggin signup就是註冊 行帳號 loggin就是登錄 那不然的話 你這樣子隨便讓一個人 任何人進來都可以隨便改你的東西 那不是太危險了嗎 那完全沒有反覆 所以安全還是要照顧一下 所以要有signup和loggin 那有了signup和loggin之後呢 你這邊 就要小心一點 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是代表我們所使用的是http的協定 這個協定是1990年發展出來的 它是最原始的一個http協定 它應該說 它完全沒有考慮加密的問題 所以你會覺得我這樣打帳號密碼沒關係 你知道嗎 那天我看到有同學就在那邊用那個網路監控軟體 所有的人的帳號密碼很清楚的都呈現在裡面 那所以你還覺得沒有關係嗎 所以你知道是哪個系統 根本沒有加密碼 有人講出來效果系統 OK 好 所以你們所輸入的一切東西好像都是公開的 有點不安全 對不對 那到底是哪一個系統我不知道 我那天看他真的就是 他會跟我說那是效果系統 到底是效果系統還是那個校園依化系統 哇我搞不清楚 那我沒有去監控 我沒有去監控 那如果你要讓他安全的話呢 要加個s 沒有加s的是用80Port 上禮拜我們開始有講一點網路了 其實我們是在講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MangoDB他用的是哪一個Port 沒有人記得對不對 27017 還記得那個很怪的數字嗎 27017 那有些人那個電腦已經開了一個伺服器 在開第二個MangoDB的時候就開不起來對不對 就換一個Port變成27000他就開起來了 就是所謂的Port就是這個意思 你一個程式只要是網路程式 他就可能會佔用一些Port 你佔用了Port 別人就不能再用那個Port 你要用別人就要另外一個Port來做通訊 那HTTP預設是用80 那如果我們不用80 就要在這後面寫兩點 這代表我們不要用預設 那我用3000 我改用3000 同樣的如果你不是用預設的 像MangoDB那個不是用27017 你就應該加上這個 那另外是 如果是HTTPs這是有加密的 加密版本的HTTP 那也就是說 他不會明碼的在網路上傳 他已經訊過加密之後才在網路上傳 那你就比較不容易破解他了 那這個東西呢 他的預設Port HTTPs的預設Port是443 那你會覺得奇怪都要用一堆數字 那這沒什麼 像你們用的Wi-Fi叫802.11 那不是更奇怪 好 OK 那 所以我們今天的 專案就介紹到這裡 那慢慢的各位要開始 逐漸的做自己的專案 所以如果你期末 這門課我們不是要各位學學習履歷嗎 如果你期末有交一個專案給我 你的成績就會比較高 如果你期末沒有交專案給我 可能成績就會比較低 那你可以交作業給我 那專案和作業之間的區別其實是不明顯的 通常比較完整的比較大一點的就叫專案 比較小比較不完整的就叫作業 那看你想要交什麼樣的東西給我 在你的學習履歷裡面你可以去表述它 然後你做的專案 然後你把那個東西交過來 我口試的時候就會問你 你這個專案做什麼 你是怎麼做的 用了什麼東西 這一行程式是什麼意思 這樣清楚吧 所以OK 我們今天的東西就先講解到這裡 好 那先下課休息一下